你多高啊 1.9 姑娘们想找高的 终于出现了 高高帅帅的 我感觉啊 有没有觉得海涛是白马王子雷小的呀 有 有 换心子 你的感受呢 白马王子确实是 身穿衣身白 谢谢 高富帅 挺你没毛病 谢谢 谢谢 他说我可爱的姑娘她博爱 对 然后我认为我是可爱的姑娘 没有办法 我知道 我看了你的节目 确实你非常的可爱 我自理行间懂了 我要为你变疼 没问题 我就说现在的姑娘都太善于编剧了 人家说完了爱情宣言是可爱的女孩 怎么的 可爱的姑娘 可爱的姑娘我不爱 这边刚说完这个宣言 然后女孩就说 对 我就是可爱的 再见 就是说她说可爱的姑娘 你可以问她 那你觉得我可爱吗 那我 我有除了可爱之外 我还有其他的地方啊 对不对 你不能这么命名啊 她说可爱 我就可爱 她说性感 我也性感 她 这 这 谈恋爱怎么谈呢 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是吧 都自杀式的灭灯 十五号杨娜 我就想问你一下子 一会儿我能不能悄悄地把灯再亮起来 这个不在我的范围之内 那我是也不在你的范围之内吗 我差在哪儿了 因为我不喜欢身体胃胖的那些呢 对 不喜欢胖的 哪嘎胖 看着整体感觉还是胖 那你不知道胖能减肥吗 这个胖确实是能够减肥 但是说一直保持那一个身形的话 想减的话应该早都减了 凯涛这个理论和口才都了得 对 对 对 哑口无言啊 杨娜想说到啥 但是我还是会挺你到最后的 谢谢 非常感谢 即使你到时候看情况再说 杨娜是喜欢这种类型的小伙子是吗 对啊 挺喜欢的啊 但是你说你就因为我胖 那我还不能减肥了 你看我下个月来 我就瘦成那样 我们期待下个月 期待下个月 好 小伙子先来看一下 场上是六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 好 来看一下 带小伙子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我叫胡海涛 今年二十五岁 家住在长春 老家在渔树 现在在长春开了一家拓展公司 家里两场多的地都包了出去 我父母想让我更好的生活 从小就把我带到了长春的市里 我父母呢 在北湖开了一家早餐店 然后呢 在北湖他们还有一座房子 就是现在的这里 但是呢 我现在不跟他们在一起住 我现在年薪三十万 前两年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和一辆车 我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 我的人生按照我给自己设定的计划 一步一个脚印 一路走过来的 18岁的时候 我就安排自己去部队区训练几年 培养自己的毅力和勇气 从部队退伍之后呢 身边的很多战友都选择了去当教官 或者做其他的行业 然而我只想要自己去创业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行业 我只希望未来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帆天地 平时的工作太忙 没有什么业余爱好 没有时间经常地去陪对象 所以我希望我未来的另一半 一定要耐得住寂寞 也有自己的事情去做 六号小婷 你好小宝 我是六号女嘉宾 我叫薛小婷 就是我之前上节目有说过 我就是 如果遇到我自己喜欢的人的话 会觉得有点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感觉特别有好感 然后 比较就是各方面都特别特别符合我的 就是一个 对 然后我想介绍一下我自己 然后你刚刚说你不喜欢可爱的姑娘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可爱 花仙子你看看人家 之前说自己老可爱了 今天一下不可爱了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种高个子的男生 然后越高越好 特别特别好 然后的话多留意我一下 你不是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怎么又开始夸她了呢 我忘了 我现在在上 我不知道说什么 老颜子姐 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都不好意思了 加油 加油加油啊 我现在在一家连锁的公司在做编导 就是拍一些大学的课程 然后就是我去拍 拍完之后拿回了剪辑 然后放到那些网络 就是他们学校的平台上播放 然后一点也不可爱 你觉得她可爱吗 我觉得她还可以 还可以 不能算是可爱那个类型 你为什么不喜欢可爱的姑娘呢 因为我就是感觉 可爱的姑娘会特别的粘人 可能说是我工作的性质原因吧 这种粘人的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哦 就是可爱是属于小女生 是吗 对 对 就小女生都会要天天缠着呀 腻粘人的这一种啊 二号 老高 我自我就是介绍一下我这个性格吧 我是成熟中带点浪 浪里带点稳 稳中带点抱 哎呀 挺复杂呀 能接受不 她这当中可没有任何一个可爱一词啊 对呀 我绝对是一点都不可爱 但是你的那个抱我属实是受不了 哎呀 为什么这样 哎呀 为什么这样 哎呀 我发现 就是有演员的小伙一上场 大家都会 都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姑娘了 不一样的自己 八号 王阳 帅哥就是别人都夸你夸的 我就觉得真的 你是适合形容女人的词儿 大哥干净白长的帅气汉有才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 呃 你说你不太喜欢可爱的 我是绝对的一点不可爱 然后那个就是你看我也没长得可爱一样 装也装不出来 这挺别扭的你知道的 然后但是我挺喜欢你的 希望你多留意一下我 谢谢 我有点特别多 谢谢 真的 就我能对你老好了 只要是你是我心动男生 就把我心给你都行 谢谢 谢谢 哦 叶子 再问些是已经没什么必要了 就是今天这期节目 所有的姑娘努力地跟可爱撇清关系 谁也不要说我是一个可爱的人 谁要说我可爱我跟谁激眼 对不对 我们现在已经能得出结论了 除了十五十六之外 其他的姑娘一点都不可爱 我一点也不可爱 我绝对是一点都不可爱 我是绝对的一点不可爱 我也不可爱 我是可爱的姑娘 在这一环节 说大家都不可爱 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好吧 就是你带来的一股不可爱的风潮 好 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 我的心理年龄呢 比我的实际年龄大十岁左右 所以我更希望找一个 比我大一点的比较成熟的女人 成熟的女人身上有很多的优点 比如会照顾人 我前女友比我大八岁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她特别会照顾我 每天回家的时候 都有洗好的水果放在那里 每天给我断茶倒水的 我觉得这一点 一般年纪小的小女孩 是做不到的 我有的时候 一连好几个月 忙到凌晨的两三点 才会去吃饭 一天就吃那一顿饭 所以我特别希望有个人 能够每天地提醒我 一定要记得吃饭 最后 如果你是一个 不会穿高跟鞋的女人 那你就可以灭灯了 因为我感觉 女人一旦穿上高跟鞋 有一种特别的气质 如果你跟我在一起 我会买很多的高跟鞋给你穿 如果你喜欢我 就给我留灯吧 你好小婷 你好小伙子 然后我刚刚看了短片 我觉得 你说的就是我 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是那种 自己出门做事情 跟朋友或者是工作上 都是比较大女人的 然后也比较成熟的 我感觉是哈 但是我回去跟我男朋友呢 也许应该是比较 小女人的一面的 你刚刚说高跟鞋的事 我之前是最近开始 我才开始穿高跟鞋 因为我觉得啊 这个年纪开始了 如果想成为一个 成熟独立的女人 一定要拥有穿高跟鞋 然后我觉得我 今天穿的高跟鞋 就很好看 然后我感觉 我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 微微的有一点点肉 但是这都没关系 我马上就要减肥了 好 看到场上 只有六号小婷的灯亮着 我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没有意见 掌声有请 六号薛小婷 有请 看出来小婷现在已经是 激动不已了 心里有蝴蝶水果 感觉好像马上就要说 获奖感言了 海涛上场的时候 选择的一种人 要不要看一下 不看 不看了 好 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吧 因为我每年的工作吧 可能会很忙 那个五个月吧 一年当中 然后的话 在我最忙的时候 有可能我上一秒 还跟你聊着微信 但是下一秒 我就不知所踪了 遇到这种事情的话 你会怎么想 然后怎么去处理 我只要你是安全的状态下 我会相信你 等着你回答我 无论是什么事情 你总会出现 回复我这个事情的 然后我觉得我都可以 等一下 加油 我其实平时特别会说 然后也挺爱说话的 但是我当时也跟念子姐说了 如果我喜欢的男孩 站在我面前 我真的是什么话 都不太会说 但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我希望这个 我现在想要拥有一份 什么样的感情呢 就是我们现在 清醒也理智 对 然后一句话来说 就是万水千山 就当伏笔 我总是要等到 姗姗来迟的你 今天实话实说 小婷的确发挥的 非常不好 真的 实话实说 小婷原来站在 那个位置上的时候 舌战群如 十六个小伙 每个小伙 跟她交流的时候 这下给那十六个小伙 夸的 心花怒放的 然后呢 大家也都说 这小婷只要 一张嘴说话 这就巴巴 谁反正巴巴巴巴巴的 谁都抢不过 今天一下 我看没变了 能量也不大足了 一张嘴呢 就是这个害羞状 明显能看出来 就是心动了 小鹿乱撞了 眼睛都不敢丑了 眼睛 不想 不想 不想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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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鹿乱撞了 来一期 小鹿乱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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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之前也看过你的节目 然后的话 包括你每期 对男嘉宾所说的话 包括说 今天在现场 也看到了本人 首先你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美丽 然后的话 你的性格也是说 美丽大方的那种 但是 还不是我想要的那一种 我感觉你是偏向于 更清纯一些的那种女生 你可能说 不适合我生活中圈子那样的 因为我这么多年 全部都是一个人 风风雨雨走过来的 我接触的圈子呢 也都是说 比我大好多的人 三十多四十多 甚至是五十多岁的人 我们每天在一起 我们每天在一起 决定是 不见 我觉得男嘉宾这个挺好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现在的感情呢 应该是清醒和理智的 然后他可能很清醒的 知道他需要什么 然后他理智的拒绝了我 然后我觉得 祝福他 然后的话 就是 我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然后 对 在你之前的男孩们 来吧 好好好